看到美国政府在预算案没有通过而关门的情况下 还能够正常运作 也让很多的中国大陆的民众在网路上发文反思 而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郎贤平 更是在微博发帖指出 中共的经济体制问题重重 有比现在热门的以房子来养老的话题更大的危机 就是中共养老金的亏空是相当严重 20年之后可能会亏空68万亿 谁来买单 大陆的民众可不看好政府 网友指出正是因为中共官员贪污 缺乏监督才导致养老金亏空 郎贤平引用经济学者曹远征的数据称 目前亏空18万亿 20年之后可能亏空68万亿 就算今天用国有资产 勉强弥补了18万亿的亏空 可是社保只有2%的投资回报 必然导致20年后41万亿的亏空 这么大的亏空怎么办 一些专家和机构建议和研究延迟退休 以及扩大养老保险个人缴费额等方法填补 然而因为这些方法是直接从民众身上打主意 得不到广泛的民意支持 日前中共国务院提出将试点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 即老年人将自己名下的房屋产权抵押金融机构 可定期获取一定养老金直到去世 一项陆媒调查发现 九成民众认为以防养老不能代替政府养老 新唐人记者雄斌军卓采访报道 新唐人记者雄斌军卓采访报道